每天一车 秒边老司机 大家好 我是大力 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品牌 它自己称为中国的高端品牌 自2007年成立 2013年10款产品上市 已经连续三年巨额亏损 其中2014年净亏损22亿 2015年净亏损25亿 至于是什么品牌 我想大家都猜得到 就是关制 从关制汽车的发展现状来看 基本可以说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关制汽车的销量越来越好了 16年前三季度的销量达到了5833台 同比增幅高达59% 但坏消息是关制汽车越卖越亏 单车毛利润亏损 已经从第一季度的2万元一辆 增长到第三季度的3.7万元一辆 而目前的关制汽车 还在大胆地推进着两期战略 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和新能源领域 同时力争实现双全出击 在传统燃油车领域 官部今年将公布无人驾驶方面的合作计划 而在新能源领域 基于目前关制平台打造的纯电动车 也将于今年推出 除了计划在今年运营现金流为正以外 关制还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合资企业 不断发展下去 不得不承认 如此的说法确实很高 除了把亏损的原因归接到过去以外 还能在未来的规划中 画一个相对模糊的笔 面对这个目标 除了踏实务实的评价以外 谁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对 让人稍有意外的是 以前的关制应该是以高端自主品牌的身份自居 而如今关制已经转变为合资企业了 但略显尴尬的是 关制并没有像德美日韩法五大合资车型那么畅销 就产品而言 大力觉得关制还是不错的 只是感觉他没有踏出中国市场的需求 而从关制汽车北京车厂上推出的 无图轮轴发动机技术来看 大力确实很佩服 同时大力也为奇瑞深深捏了一把汗 关制的首席运营官刘良曾说过 汽车行业已经走过百年历史 关制卖车才仅仅三年 请给我们一些时间 但我想说三年就造没了六十亿 百年要造多少钱 好了